大批記者一早收好在九龍塘約到7號 唐英年的大宅外 等候屋宇柱人員來視察 由於大宅的四周都被高超過2米的圍牆包圍 多間電視台和報館遭用吊備車 由高空拍攝大宅內的環境 記者和攝影師都要在半空的吊籠內做直播 由於吊備車佔用了一條行車線 警方一度封閉整段碼路 據遭用吊備車的公司說 公司的全部吊備車都被傳媒機構租用 而一架吊備車一日的租金就要大約1900元 而由高處望進去 可以見到大宅內的行式梯級旁邊有身外泳池 泳池底有兩隻玻璃天窗 根據報章康登的地庫草圖 天窗對落就是品酒室